17号 以色列将以北部居民安全返回住所 列为其所谓新的战争目标 此后 在17号 18号 黎巴嫩多地接连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就在19号 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又在离以临时边界周边区域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交火 那么当前冲突是否在进一步加剧 地区局势走向如何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冰发回的观察报道 当地时间19号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再度发生激烈的隔空交火 综合双方发布的战报 离真主党使用反坦克导弹 无人机 火箭弹等武器 对以色列北部多地的乙军目标发动了17次打击 造成2名乙军士兵死亡 9名乙军士兵受伤 乙军不得不调整针对公众的安全指南 要求该国北部地区的居民留在避难设施附近 同时自当天下午起 乙军战机空袭了离真主党武装约100个火箭弹发射场及其他的基础设施 其中包括近1000个火箭弹发射器 截至目前为止 此次交火似乎有所缓和 没有再进一步升级为大规模冲突 乙军也已经取消了对北部地区居民的行动限制 但是两国间安全局势依旧十分紧张 当地媒体分析认为 从黎巴嫩真主党角度来说 此前的通信设备爆炸 令该组织人员和体系都遭到极大损失 更具有一定的羞辱性 离真主党势必会报复以色列 但是由于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巨大 离真主党在指挥系统遭受损失的情况下 更多仍希望对以色列保持一定的威慑 而非与其爆发全面的冲突 因此离真主党可能会与伊朗协调 对以色列发动具有一定影响力 但同时不会引发以色列全面报复的袭击 比如一定规模的火箭弹袭击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其并未利用此前的爆炸袭击对黎巴嫩 发动先发制人的大规模行动 从而将其可能的战果最大化 而是更多的通过展示肌肉 来对离真主党进行极限施压以打促谈 包括以军不断宣称其以做好军事准备 将升级其军事行动 批准军事计划等等 包括在20、21号 以军将在整个以色列北部 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等 目的就在于告诉离真主党 以色列所谓恢复该国北部安全局势的立场 是认真且强硬的 离真主党如果想避免全面冲突的爆发 就必须考虑放弃对哈马斯等武装组织的支持 单独与以色列进行和谈 因此目前来看 双方之间可能不会很快爆发大规模全面战争 但是冲突会持续升级 不排除之后 某一方到达压力的临界点 或者因冲突造成重大意外 而导致冲突的全面爆发 总台记者赵斌 耶路撒冷报道 中文字幕 创与字幕 人质疑 感谢观看